花蓮強震後 東部觀光大受影響 立委以臨時提案通過 災區完全復原之前 動漲臺鐵東部票價 不過外界同樣關心 臺鐵在公司劃後 票價是否會調整 交通部次長表示 預計下半年提出完整方案 臺鐵今年初公司劃後 已經動漲二十九年的票價 是否跟著調整引發各界的關注 日前臺鐵依據立法院 核准鐵路運價率 公司合理報酬率 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 試算出三方案 調整後基本費率分別 為每人每公里 一點九八元到二點一一元 不等 漲幅約百分之三十五點六二 到百分之四十四點五二 不等 上午交通部次長胡祥林 在立法院表示一個多月前 確實與臺鐵公司討論過 票價調整 但因為當時提出的相關分析 還不完整 因此希望臺鐵 能夠帶回去再研議 胡祥林表示日前臺鐵所提出的三個方案 是過去討論的方案 不是現在在執行的方案 預計下半年會提出 屆時會比較清楚 臺鐵票價調整是什麼內容 有立委則認為 花蓮強震後 東部觀光大受衝擊 若在面臨票價調整 恐衝擊東部的觀光 因此臨時提案東部災區完全復原 之前應洞漲台鐵東部的票價 因為它是災區 所以我這兩年三年維持票價的研定 胡祥林表示目前東部運量和服務品質已經有提升 在東部災區完全復原之前可動漲台鐵的東部票價 記者吳瑶宇 張國良 特別報導